要坐牢17年半的这个前第一夫人吴淑珍 过完元宵节恐怕就要入狱了 高雄地检署打算在年后 有检察官把通知书送到了人文首席 预计在元宵节一过 18号吴淑珍9点到地检署报到 要专车送到台中监狱的陪德医院 而院方快则一个小时慢则7天 就可以决定吴淑珍到底是不是要再陪德服刑 前第一夫人吴淑珍女士即将入肩服刑 时间就在元宵节隔天 检包没证实但也不否认 那至于详细的细节 我们不便多做说明 我们不予证实 我们也不予否认 吴淑珍的执行通知书 还是由检察官在过年后上班第一天 送到了人文首席 也顺便探视吴淑珍的病情 基于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考虑 那所以相关的细节 我们不便对外多做说明 原则上吴淑珍应该又在18号当天 九点到高雄地检署报到 之后由承办检察官简短询问 没有问题随即送到了台中监狱 陪德医院 检方也会加派罚警和医护人员照护 而陪德最快一小时 曼泽七天以内就可以决定 吴淑珍到底要不要在台中监狱 服完刑期 我们该检查的项目绝对不会少 那这个部分也请各位能够 相信我们矫正人员的专业 不过吴淑珍在照护的途中要不要上手铐 以及搭的是球车还是救护车 因为非常的敏感 检方相当低调 总统新闻 高纯陈胜义张俊栋 高雄台中综合报道